明光39号石兵操演 将会在7月24号到28号来登场 今天先举行了预演 其中台北港新北巴黎海滩 跟淡水河口是防卫铁三角 是共军有可能进行抢滩登陆的红色沙滩 因此今天进行了夺港封控跟反击作战预演 另外今年首度征用的是台东丰年民用机场 进行战机紧急起降挂弹等作战任务 而早上演练分别是有C13栋的运输机来模拟运补 另外还有两架的F16V战机来低空冲场 上午的预演就吸引了许多的军事迷来围观 捕捉着难得的画面 至于7月26号也即将在桃园机场 进行反空降作战的操演 另外在桃园的炼油厂是国家的关键基础建设 今天也做了防卫的预演 再来也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从7月24号开始 万安演习也将会登场了 先会从北部开始 接下来是南部东部跟中部 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报演练 以免被开罚最高15万元 汉光三绪九号演习将在二十四号登场 一连五天四夜不间断 国军清晨在台北港附近进行预演 两架陆军航特部的黑鹰直升机 以及两架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进行突击演练 涂上红色涂装扮演攻击军的黑鹰直升机 载着特纸部的官兵 从直升机上进行吹降作业 国军连续两年在台北港 以及附近的巴黎海滩 进行汉光演习的士兵操演 主要就是因为台北港是关键基础设施 附近的海滩列为红色沙滩 是重要的战略位置 国防部评估共军主力登陆的四大沙滩 包括了台北港旁的林口宝斗措 桃源海湖 台中甲南 台南洗漱 而近期曾实施操演的海滩 则分布在台北港附近的新北巴黎 花莲北埔 台东之本以及屏東加露堂 另外在台东封年机场两架F16超低空冲场 汉光演习今年首度将台东封年机场起降补给加入演习科目 C13栋运输机也落地模拟运补 国军汉光三十九号演习 士兵操演 今年首度征用了台东封年民用机场进行战机 紧急起降 挂弹等作战任务 总统二十五号将亲自出席教育 要确保共军无法从巴士海峡进犯 周遭也可以看到许多军事民们拿着镜头捕捉 甚至有人站在轿车的车顶 就是要一窥军机降落民用机场的画面 而在桃园练油厂 国军官兵传带装备集合列队 进入到桃园练油厂执行任务 进行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预言 另外民众也要注意万安四十六号演习 七月二十四号先在北部地区登场 南部地区是七月二十五号 二十六号是东部 二十七号是中部 下午一点半到两点要留意万安演习警报 除了行驶中的所有车辆 必须要立刻靠边停车之外 车上人员也必须接受引导就禁闭内 演习期间民众如果没有配合管制 最高开罚十五万元 华视新闻综合不到 哈喽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中文字幕放行者 李宗宝 继续才能 首先播出 Stück